我覺得家人很重要 說到有點眼熟手 有一個遺憾 其實人生一個遺憾 Hello 各位AM730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OV中語船 今天很開心可以接受你們的訪問 人們說 其實你無緣無故改了名字 蘇惠欣改了作中語船 什麼都沒有了 但有一個人說得很有趣 其實蘇惠欣從來沒有紅 其實你的生命有什麼所謂 可能中語船會更好 祝今媽媽聖姐 他們沒有介意 新聞證的名字沒有改 有一個宣傳人說 其實蘇惠欣都用了很久 做極都是這樣 不如你試試改新名 很多歌手或藝員 改了新名之後的新發展 但一開始不是因為迷信 封水而改名 如果我真的迷信 當我出道已經改了名字 本身 當時我出道 有個師傅幫我改了一個名字 叫中文欣 但我覺得很想用蘇惠欣 我最後沒有用到中文欣的名字 剛剛出了一首新歌 叫做Metaverse 360 很喜歡一個元宇宙世界的自己 因為裡面我會轉化很多不同的角色 好像有日系的Geisha 藝技的角色 也有中東的角色 最特別的角色其實是機械人的角色 大家都說 V.OV原來你的演技不錯 在VR世界裡面 你扮機械人的角色 扮得真是栩栩如生 其實自己都很喜歡演戲 這首歌其實Metaverse 360 都是之前創作裡面一套 微電影的主題曲 很希望這首歌 對於自己來說 是一個新的突破 無論是演戲方面 甚至是唱歌的風格方面 都是一個360度的轉換 其實我很小時候 已經有玩戲劇 在讀書時期 小學 中學 其實自己很喜歡玩舞台劇 甚至出道之後 我其實都做過兩套舞台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自己都很喜歡演戲 也很想有多些機會 但是很多人都 是狀態了 可能覺得我是一個 一般的歌手或主持 就真的很少機緣 可以涉獵到演戲的範疇 自己都很希望 剛剛參加完創家作的微電影 拿了一個 微電影的女主角獎之後 希望會帶來更多不同的機會 其實人一定有高低潮 就算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 曾經支持 或者不支持 其實我是一個打不死的人 我是一個很樂天的人 可能因為白羊座 白羊座的性格就是 聽完第一次很不開心 15分鐘或1小時後就沒事了 我覺得有得做 其實繼續堅持已經很好 因為跟我同期出道 的人已經是很多 做一下做一下轉回正職 甚至可能做一下做一下 真的做回幕後 我自己已經很幸運 雖然我沒有一個很特別的作品 可以令到一想起那個作品 就想起我的中月算 或者我的前名蘇惠恩 我家不是一個很富裕的環境 我每個月給家用都不少 真的一個不低的五位數字 當我沒收入也就算我沒有收入 我都一定要堅持維持家庭的生活 所以其實今天都辛苦 堅持銀行戶口真的不停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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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了 那段時間其實有一點不開心 但我就覺得 如果你背著小夥子沒事做 我就不可以 我堅持在家裡 我會找別人來教我拉筋 做運動 還有自己會在家練跳舞 因為未來應該會有一些新歌 跳舞歌要出 所以會不停增值自己 最差的環境我試過 本身爸爸是做生意 做一下做一下因為一些小小的事情 令到整門生意沒有了 當時其實都很不開心 之後就和家人大屋搬小屋 當年我差到一天打三份工 晚上去酒吧唱歌 早上起床 凌晨4時起床 5時坐車6時回到公司做保安 做保安那段時間 我去讀一個Britching Program 讀書 下班又要溫書 考試 請假日子去做主持 做模特兒 其實是年中無憂 晚上還要唱酒吧 當時很辛苦 一晚可能唱兩三套 九個字一套 那段時間是為了賺多幾個水 賺多百幾兩百元 當時我記得有一間餐廳 快餐店 我不可以開名 是K字頭的 我整天都會等到兩點多 才去買下午茶餐 那個茶餐是19元 總之整天都吃19元的餐 S1餐 那段時間真的存到錢 我自己都不會亂花錢 其實當時每個月的使用是2000多元 那四五年 和弟弟 因為弟弟最後畢業 他現在都很穩定 做了一份穩定的收入工作 大家一起支持家 然後現在就 由一個很窄的家 變回一個正常的家 人生是低存微算低 但如果真的說疫情 我覺得未去到當年的程度 積穀房很重要 因為一些家人的經歷 你會知道不可以亂花錢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珍惜家人 因為沒有一件事 比家人更重要 就是朋友 我放在第二第三位置 第一位一定是婆婆 第二位是父母的弟弟 因為無論你去到幾困境 最後一元都沒有 其實最後救你那個 都一定是家人 其實婆婆是我最擔心 由小到大最擔心的人 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 婆婆臭大我 再說到小時候 小時候我出生被姑娘扭背了一條頸 小時候很疼婆婆媽媽 因為知道她們辛苦 但我雖然是黃大仙區 我死都一定要誇望去考 一間叫藍田聖寶六女的中學 就是為了覺得下午吃飯 可以上去每天看婆婆 每天看著婆婆已經覺得很滿足 很滿足 剛剛去年疫情中了COVID 你知道我擔心到 我真的很緊張 你知道老人家做COVID 很大件事嗎 故意推車上去 在樓下藍田街市 推車上去 然後放在門口 就說舅父你煮東西給婆婆 很擔心 因為今天不知明天事 不知明天婆婆還在嗎 所以每一刻我都會想 家人很重要 健康的 走得走得 不過就要拿著拐杖 辛苦一些 還有推輪椅 其實人生一個遺憾就是 小時候經常跟婆婆說 我長大了 我要請你去 夏威夷 但到現在 真抱歉 這件事 我真的做不到 原因是 婆婆已經走得動 搭不到飛機 你想推去輪椅 其實都推不到 因為已經不可以去到旅行 如果大家 在你人生裏面 有一件事 你覺得需要滿足家人 在他們走得走得 多些去滿足他們 和他們去旅行 因為其實 你不知家人何時 可以陪著你 去度過你的人生多久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一天 你還有能力 或者你賺到錢 不要經常想 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去旅行 跟家人去旅行 其實他們會很開心 你會想起 小時候 爸爸媽媽會付錢 帶你去旅行 我覺得 家人很重要 很大遺憾 對於你 對 真的說得 有點 硬濕濕 我經常會偷偷地 婆婆走了 只顧她面子 可以 因為我覺得 這是很甜蜜的一件事 其實我之前 出過一首歌 叫小街燈 就是送給婆婆的 我拍MV 想起也會哭 是因為婆婆病了 那段時間 覺得很想寫一首歌 就寫了一首歌 叫小街燈 但已經四五年時間了 那首歌 但很開心 婆婆現在還健壯 其實呢 我現在都滿意自己發展 有得繼續做 做得一天 做得一天 好像外回家一個群姐 他到五十多歲突然爆出來 你不知道 七師傅就是一個目標 因為認識了她 有她 未在香港正式發展演藝事業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她 有些國 原來她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是很喜歡做娛樂圈 只是未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她到這個年紀 她真是紅了 天章降任於私人 我現在正在跟骨 我的任務 天章給我的任務 就是要繼續堅持這個夢想 到某一個位置 可能我就是 奴旗跟骨 我就可以有一個突破 我就要等這個機會 今天的事 就不要帶過去第二天 不然你就很難 在這行內生存到 其實這行我覺得最重要是心態 因為心態就是 就是你要調整自己 對我來說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 活在當下 開心就可以了 如果你長期要給一些不開心的 令你不開心 那你就蠢了 你就蝕了 你真的很蝕